台南有一名疼爱女儿的父亲 花了500块钱夹娃娃 好不容易夹到一只很可爱的羊驼娃娃 却掉在洞口旁边了 爸爸怕女儿失望 伸手要去捞娃娃 却半只手卡在机器的洞口 女儿在旁边看到父亲动弹不得 吓得赶紧报警 半个小时之后 店家赶来开锁 才终于化解了危机 男子的整条手臂就卡在夹娃娃机的出口 动弹不得 围观民众忙着出意见 男子的女儿站在一旁 想帮也帮不上忙 一点惊恐 眼泪就快要掉下来 下方队员货报赶往现场 原本想要直接破坏机台的玻璃 但是受困男子认为这样 还要赔偿修玻璃的费用 因此决定尝试其他的方法 只不过试了好久 依然行不通 男子的女儿越来越心急 幸好这时老板及时出现 花了五百块钱 好不容易才夹到的玩偶 竟然掉不下来 男子一时心急伸手去拿 才会被卡住 老板为了表示歉意 除了原本夹到的羊驼玩偶 竟然还多送一只布偶 让原本一脸担心的女儿 脸上立刻变成大大的笑容 记者王少宇李思贤台南报道